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主席的看法是怎么样 她最后是否可能在造势场合当中公开力挺科文者呢 其实主席曾经说过民进党对于台中来讲没有赢 选举就不算赢 林嘉隆这一次有办法带动中张头三位议题的区域整合吗 包括在过去我们知道旅旅大选当中 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十分的深 而这一次呢最后11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还会有重大的变数吗 包括传统的装脚动员买票 像是置入性的文宣抹黑 包括地下赌盘操控等等 就像是2010曾经发生过连胜本的那颗子弹的突发事件吗 民进党中央跟地方有没有因应突发事件的SOP 或者是积极的对策 当然这一场选举牵动2016的总统大选 这场选举到底对台湾有关键性的影响吗 一旦民进党重新获得执政的机会 从国内到国际情势 蔡主席怎么看呢 主席晚安 晚安小金晚安 各位观众晚安 好好久不见了 是很久很久以来 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 主席最近看到你戏鬼啪啪燥 同样身为党主席 我看你的行程是满党的 造势晚会也都热闹滚滚 去到哪里 四个人都要找你厚乡 展现亲切的一面 但是现在国民党党主席 马主席好像是恐龙 翻身也翻不了 甚至支持候选人等同支持马英九 还可能会哀告 这样的一个情势 您怎么看呢 主席 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 我们也看到选民开始 这个热度就开始在持续的增加当中 那从各地的选举的情况 跟我亲身的体验 我感觉到是说 在这一个整个过程中 慢慢的发现说 这个选民已经开始在累积一种能量 就是希望台湾能够在这一次选举之后 能够有一点改变的契机 那在这一次 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改变的契机以后 再往后我们还可以持续的累积 这种改变的能量 那以至于就是说台湾 在这个阶段所需要的这种改变的动能 能够持续的累积下去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的是选举在加稳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选民 他是持续的希望 把这种改变的力道能够加强